到这点我把前面的所有东西都可以总结一下 我们来做一个构想 这是我自己的猜想 我自己的猜想 这个图我认为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图 从现在来看 从2011年来看 一直到未来的10年 我做了一个二维坐标图 这图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横轴是time horizon 5到10年 纵轴是发展的速度 什么东西会快 什么东西会慢 对 最下面这层就是法律和法规了 就是crypto资产合规金融 金融系统针对这个数字资产的所有权 健全的税率 包括税务啊 所有东西升级 这个是非常慢的 这是非常慢的 法律法规永远滞后于这个数字 为什么现在这个SEC的主席说 现在crypto世界就像狂野西部一样 大家进去都是淘金的 狂野西部 没有规则吧 对没有规则 大家一切就最好的规则 这是从林社会 所以说法规进入这个世界会比较慢的 然后在法规之上其实就是网络和computing 它相对于硬件的进化会更慢 因为边缘计算的承受和普及需要很多时间 而且设备的普及分布式计算能力的普及网络的升级 你看现在我们能够Elon Musk在发的这个Starlink系统 还有5G的网络 包括6G 未来的这种网络的升级需要非常长长的时间 才能花5到10年的时间来升级 所以说这个的承受我觉得都是5年之后的事情 在网上一层就硬件和平台 我把这两个东西放在一个时间为路上来讲 我们现在还处于蛮荒生产期 现在在这个5年里面 我记得那个Jackberg在他的这个Connect大会上面说 5年这个期间里面我们还处于探索期 5到10年才是成熟期 对包括Oculus现在已经它占了70%的市场量 它还处于探索期 现在还有很多新的公司没有进入到这个时代里面 所以大家对硬件的判断都会觉得很比较漫长 然后个人觉得在未来的5年之后 巨头的平台巨头的硬件 它的成本降低 以硬件算力的提高变得轻巧 成近视计算就会进入成熟期 我们大家都很方便的会戴着一些眼镜 或者类似的这种穿戴性设备 来体验Metaverse 不管是AR还是VR 我觉得应该是在5年之后 我们现在感觉就像是iPhone的 我看到前面有人问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现在处于什么时代移动互联网 现在处于Oculus现在的2 感觉就像iPhone2和iPhone3之间的产品 比iPhone1好一点 iPhone2和iPhone3之间的产品 我们现在也用了iPhone13的 这还差时代 所以我们还需要10年的时间发展 这个平台 这个期限 战管上面更快的 就是趋中心化协议了 这个我感觉在硅谷 至少硅谷的科技巨头 正在加速进入这个市场 比如Coinbase Twitter 什么各种公司 Shopify Facebook 都在进入这个市场 因为已经比较成熟了 他们会有趋中心化的协议 会有数字钱包 然后会有各种 昨天 昨天Twitter刚上线的 他的这个account 可以支持NFT头像的绑定 虽然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尝试 因为这个用户很少 但是也表示他在关注这个市场 随着带我后面走 这种趋中心化协议的成熟 慢慢的他会进入主流平台 然后科技巨头 会和在这个平台上 新兴的公司 共同存在 我个人觉得 未来不一定是 完全去中心化的网络 而是 在去中心化网络的 这样一些资产的 这种 共同认可的平台之上 形成了这样的心得巨头 但是呢 有一个好处 一部分权力 巨头的权力被削弱了 对 他的控制权被削弱了 对 读写权被削弱了 但是他依然用 他最成熟的硬件体验 让用户都会用他的产品 这个东西会 就是和权和分权 以后会在未来 五到十年会 会是一个 就是这种 去中心化网络和中心化网络 一个竞争的 两个很大的这样一个 一个趋势 就中心化网络 永远都有他快速 安全倒不一定了 安全是很差的 快速和体验好 然后去中心化网络 永远就是 速度比较慢 但是很安全 但是东西属于你 就是他这个东西会有博弈的 两个东西 然后再往上面走 就是数字资产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跑步发展期了 大家能看到这个数字内容创作的成熟 是吧 还有很多数字空间 不是说现在NFT市场里面 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非常火热的成果 一个地步了 对 各种炒作啊 交易啊 非常多 在这个里面的digital content 对 然后卖地的 是吧 那个desential land 还有这个sandbox 都卖地 包括Glade 这个什么百度 也都进入了这个这样一个领域 所以说大家在做这个内容创业啊 或者说是在观察这个市场的时候 我们应该从上网下看 要看这个最快的 什么东西可以投机 什么东西可以投资 然后什么东西可以长期投资 我们能看到这张图就能看到 对吧 这样的一个发展 这个发展的周期和节奏 然后数字内容一定会在五年之后 慢慢的形成标准 实现统一 慢慢形成标准的统一 特别是3D 3D引擎的成熟 由这个平台统一之后 它就形成统一了 未来我们可以很方便的交互3D 好吧 这是我个人设计的一个图 我也认为是 全篇分享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让大家对 我们前面讲的所有的概念 以及它未来的发展 有一个横向的认知 什么快 什么慢 什么重要 就是也决定了 你现在的这个投资 以及要入场 或者说是想创业 怎么去选择这个赛道的问题 这个轨道是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大家尽量都往 这个快速赛道上去 投机一下会比较好 现在 虽然这两天跌得很厉害 但是我觉得 通常技术进步 就是在熊市的时候进步 因为牛市的时候 大家炒地去了